都已經分別產生了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都產生完之後 等於是這一段 這個是第一段 這是插入領延的部分 這一段是插入區 這一段是插入入街道 然後註解的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修正一下 甚至如果你假設你說 老師我都OK了 把它註解拿掉也沒關係 那只是說啦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跟剛剛的那個住宅 最好是什麼 我資料下載完之後 然後接著就直接插入三個欄位 就不用說我現在要先下載完 然後還要再去插入 所以要執行兩次 那要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把某一個SUB 跟另外一個SUB結合在一起的話 很簡單 只要把這個名稱 有沒有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SUB最下面一行 就是EndSUB上面 一般的習慣 會在前面加一個叫Call Call 空一格 然後那個SUB名稱叫插入欄 那它就會做什麼呢 它就會把剛剛下載完的東西 有沒有 然後再做插入三個欄的動作 接著做 也就是本來是分開的兩段程式嘛 那你就可以把它變成一段 同樣的道理喔 以後如果你做完還有別的 比如說你看它再插入報表 你也可以再插入 就是再接著 繼續Call 拿一個SUB 然後要畫圖 再Call 畫圖 OK 它就會一直一直跑下去 那相對的呢 也會跑比較久啦 反正就是一直接 所以呢 以後如果要寫很複雜的程式 你可以先寫一段 然後以後用Call、Call、Call 全部扣在一起沒關係啦 那也可以分開寫 是沒有問題的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啦 剛剛這一段程式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分三個SUB 有沒有 你也可以把它分開啦 然後全部扣、扣、扣 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想寫在一起OK 這個就是取決於每個人習慣 反正不要寫錯就好了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 因為我的下載是在Module 1 所以我在這邊把它Call 不過還有一點啦 其實像我的習慣 如果沒必要分兩個模組 那你乾脆你說 老師那分兩個模組有點亂 而且以後不好找 而且常常有同學 常常找不到程式放哪裡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那種 常常找不到程式的人 我是建議你把它放在一起好了 比如像這一段有沒有 你就把它Ctrl-A 然後減下就Ctrl-X 有沒有 然後直接把它放到這下面來 然後呢就把有沒有 這個模組喔 裡面是空的對不對 你就把它按右鍵 把它移除 然後要不要匯出 不要 這樣就放一起了 你說老師可是喔 有時候我要找 因為我的Sub很多啊 我每次要找半天 所以如果你假設以後怕找不到的話 請你看上面有個清單 以後的Sub名稱喔 它會打開模組 這上面就會有那個 你的模組名稱 那你可以呢 在上面找 反正如果你寫得多的話 你就可以用下拉清單去找找看 它就會幫你停到那個地方去了 不過啦 未來如果你寫的實在太多啦 我還是建議你再把它分不同的模組 不過這個取決於就是說 你有沒有必要啦 最後其實 因為目前我們寫的程式還不多 所以目前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好 所以喔 我是先把兩個模組變一個好了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試看 然後在這個下載完之後 再去Call它 OK 然後就呼叫 那一樣啦 我剛剛是教各位是偵措裡面 有一個足行對不對 可是這個有個缺點 如果你城市很多 你一直按好久有沒有 可是喔 你想說 老師我前面這個下載應該沒問題 那我比較想要知道這個地方 我想要在這個地方再按F8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順便教各位一個除錯的技巧 請你在這個call這一行前面喔 應該是灰色這一行 這個線的外面這邊 請你把它點一下 順便教各位喔 一個很好用的除錯技巧 就是呢 比如說呢 我希望前面跑快 然後在這邊才停下來的話 那這個叫中斷點 OK 這個非常的實用喔 因為你有寫程式喔 假設你只會F8 哇 我看你前面慢慢要重複 一直這邊F8 那太累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在F8就好 我試一下給各位看喔 比如前面OK嘛 然後郵標放這裡 執行一下 他一樣清掉舊資料 然後下載新資料 因為我在這個地方有一個中斷點 有沒有看到 他就會把程式停在這裡了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按F8 做什麼事呢 你會發現喔 F8 他就會呢 直接逐航讓你知道 有沒有 這樣很方便耶 所以寫程式喔 如果不懂的這些方法啦 太累了 真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寫一些Python寫Java 都不會除錯的 然後一按錯了 哇天啊 頭痛了 因為沒有好的除錯環境 那我是覺得啦 因為這個VBA出來已經三十幾年了啦 我應該有三十年了 所以其實他環境 不過他以前也長這樣 現在已經滿成熟的喔 然後那按F8 你會發現喔 他會先插入年 然後呢 向下填滿 插入區 向下填滿 插入路街道向下填滿 好 結束了 那一樣End Sub 看一下結果會不會OK 欸 看起來好像好像不太OK耶 為什麼因為這邊好像 藍寬太寬了 有沒有 所以 最後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這個藍寬 我怎麼辦呢 最後是不是要自己調一下 自己這樣調一下 調多寬 調大概八 調大概十左右吧 OK喔 然後這邊也調十左右 可是問題喔 好像萬事俱備啦 只有藍寬不足 那怎麼辦 總不可能說最後喔 我們再鎖動一下 就覺得 所以有時候寫 陳氏寫上癮之後 你就會開始 老師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讓那個藍寬 幫我自動調整一下 當然有啦 所以喔 如果最後啦 這個藍寬 這兩藍嘛 G跟H 如果你要再調整藍寬的話 那最後呢 我就把陳氏再寫兩行 寫在哪裡 寫在插入藍的最下面 End Sub的上面 那怎麼調整藍寬 其實到底很簡單 哪一藍 Columns 有沒有 刮鬍哪一藍 G跟H 所以 這邊的話你就打一個G 然後呢 它有一個屬性叫做Column width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刮鬍可以先不要加 等一下再加 你點下去之後 它會列出呢 它的相關的方法跟屬性 那屬性的話 就是一隻手拿著一個字 這個就是設定 那你要做什麼設定 那你要做什麼設定 它叫藍寬設定 藍寬的話應該C開頭吧 Col 有 Column width 有沒有 這個就藍寬 那至於藍寬要多少 我剛剛有試了一下有沒有 這個大概拉大概寬 有沒有那個數字 10對不對 10的話大概就85個像素 至於它這個10是什麼意思 那也很難 它就要 它有它自己的單位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你就是可能從上面 看到這個數字把它填到 你Column width的後面 這樣就OK了 然後等於有沒有 等於10 它就會幫你調這樣 OK 然後記得最後呢 再加上刮鬍 哪一藍的意思 這個是G藍 然後另外的話呢 你說老師那H籃怎麼辦 幾個方法 Column C Column V 這邊把它改成H 不過後來我想了一下 可不可以這樣子Col 這樣子去H 好像這樣也可以 當然寫這樣 我試試看好了 因為我不確定 是不是可以同時兩個藍位 好了之後的話 那一樣啦 如果你做完之後 我們一樣可以把 因為我前面其實都OK了 剩下的是什麼 剩下這個插入藍的部分 我剛剛是把中段點加在這裡 那可是我想說我不要 因為我前面都OK了 我剩下最後那個兩行是我加的 我就停在那兩行看看 那我跟各位講喔 去除那個段落有沒有 中段你就是再點一下 就拿掉了 再點一下就是中段了 OK 我不要加這裡喔 那我要加哪裡 加在這個 這個地方 因為我不確定這一行 會不會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OK 應該這個 ROM一下 所以ROM的話 一樣從這邊ROM 然後按下執行 然後反正前面動作都一樣 沒問題 只是說因為那個G跟H藍寬 不太OK 那剛剛我們變成說要手動 那如果你不想手動的話 很簡單 告訴他說哪一個藍 它的寬 藍寬是多寬 好 按F8看看 OK 所以藍寬的設定就是長這樣 所以我雲端上好像是寫G跟H分兩次兩行 我覺得這樣好像寫這樣比較更精簡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把那個最後兩個層次 把它合併在一起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